这是又给人的骨头啊 两个罗伊娜跟四肢夹哪里啊 又在这抢骨头呢 你看这罗伊娜现在长得怎么样 现在这四肢夹哪里就是 这是谁啊 老五还是老十一 老五 过来 看我们啊 他们家老五 虽然没什么肉了 但是他们也能磨牙丸啊 也能磨牙 老五的名字正式命名为黑色 我老是老五老五的喊习惯了 外边风好大的 看看外边的阳光倒是很好 就是风太大 你看这样 在这个棚里边就显得特别暖和了吧 因为阳光全部都能照射进来 你看吧 他们在晒阳光的同时不会遇到风 很黑现在 你在干嘛呢 你看给小木啊长得多像 这只小公 你看嘛 长得好像哦 等退完摊毛更加的漂亮了 很嗨在这儿 我的 动不动就打闹是吧 啊 动不动就打闹 是老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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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这老五的起格子长的 啊 好不好 哈哈 你又叼锅得吃去了 这大棒骨很好啊 现在啃的 这大磨牙棒 哎哟 连丸带啃 如果真的能啃下一点骨头来 他也就只要是吃了 那这个年龄的话 他不会啃到他们了 这个罗里大肯定是啃不下来的 你看小家伙 在里边叼着 啃的 他知道藏道里边 很聪明啊 这小家伙 这里边就是老六 老九 老九你又来了 老九 啊 老十一 啊啊啊啊啊 啊啊 这个是老九 不是这个是老十一跟老五啊 小小的跟他来抢 什么 啊啊啊 干啥啊 干啥老九 啊啊 啊啊 啃骨头去 快去 啊 听话 哈哈哈哈 好像能听懂话似的 哎呀 你不愿 你俩不愿意啃啊 因为小母跟着老九 不啃 你看人家都啃的很嗨了现在 尤其是这个 看的真好 其实大家如果说狗狗到家的话 如果说 很淘气拆家的话 就可以给他弄个磨牙棒 或者就这真骨头 别管是羊骨还是牛骨 给他弄一个 磨牙多好啊 是不是 看这小罗 完全就是小木嘎的影子 哈哈 太棒了 看着这小家伙真的是爱不释手 你又来了 跟小熊似的 跟小黑熊似的 这一个个的 这就是小黑熊 你像罗娜娜 就像小黑熊似的 这家那里就像黑豹子似的 小小木嘎的头发像不像小木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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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啊 啊 哎太可爱了 这几个啃 这个是一个老九 一个老六 想不要发胃 别在这这 又想护士 能啃动不 你看你跟人家 小罗娜娜跟加拿里 他们相差快一个月了 本身这个罗娜娜的体型 要比加拿里 稍微稍微的小一点 毕竟这还是一条小母 你瞅我干啥 你不玩的 是呗 他们俩断完奶之后 没有直接性的去瘦 直接越来越大了 这小罗娜娜 打你了我 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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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老九你又来了 啥也没有 我说了啥也没有 啊 尽情的玩尽情的嗨 听见没 今天 这个棚里边不要暖和 有阳光嘛 对不对 尽情的玩吧咱也不会冷 该吃吃该玩玩 该睡睡该长一长 使劲长 哈哈 你看老九 从里边把骨头掉出来了 真嗨 没有肉不会去打架 咱也不知道这小罗要干嘛 人家都啃骨头啃嗨了 嘎吱嘎吱的 啃嗨了 哈哈 这小罗娜还酷实呢 还咬人家呢 你又打不过人家 你还咬人家 小性格有啊 小性格是非常不错的 这小罗